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空中大威力武器的代表 作为战略轰炸机 图160究竟采用了哪些独特的设计 兵器面面观图160战略轰炸机正在播出 在世界战机发展史上 有这样一款战略轰炸机 它是空中大威力武器的代表 又却被舒展修长的外形 它就是有着白天鹅之称的 俄罗斯图160战略轰炸机 被约代号为海盗起义 早期的空中轰炸行动 是由飞行员驾驶简易的飞机 并用手将各种小型炸弹投向地面目标 1911年11月1日 意大利的加沃地哨卫驾驶哥什飞机 向北非地区的土耳其军队投制了4枚重约2000克的榴弹 虽然战过圣杯 但这是世界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空中轰炸 1913年底 由著名飞机设计师伊科尔·伊万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联的图二轰炸机等 1949年8月29日 哈萨克塞米帕拉廷斯克大草原上 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核武器需要运载工具 而战略轰炸机就是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工具之一 随着喷气式飞机时代的来临 第47轰炸机 火神战略轰炸机 等后略一喷气式轰炸机相继研制成功 当时苏联的核弹运载工具 只有被北约成为公牛的图四重型轰炸机 这种采用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轰炸机 还未来的极大规模列装就已过失 苏联研制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 米亚四轰炸机首飞成功 在1954年5月1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 米亚四在空中呼啸而过 米亚四的诞生使得苏联在空机核武器赛区方面 有了重大突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延制喷气式战略轰炸机 当时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 分别是勇士 胜利者和火神 三种飞机的名字都以四母V为首 因此并称为三V轰炸机 它们的最大起飞重量在60到95吨之间 最大航程为7000到8000间米 载弹量均为9.5吨 速度都是高压音速 可挂配核弹 当时苏联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 就是被北约称为野牛的米亚4 它装有四台乌轮喷气发动机 最大航程超过8000千米 弹舱内可在9吨核弹或普通炸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军军最后决定让图波列夫设计局 在M18方案的基础上 研制图160战略轰炸机 批量生产厂家为喀山飞机制造厂 1977年图波列夫设计局 提交图160的全比例尸体模型 图波列夫设计局 作为苏联的航空企业巨头 在苏联航空工业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 苏联和俄罗斯航空工业的电机人 安德烈·尼古拉耶为其图波列夫 而图160的总设计师就是这位空军上将的儿子 阿列克谢安德烈耶为其图波列夫 阿列克谢出生于1925年5月20日 在父亲的影响下 自幼就对航空飞行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学毕业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莫斯科航空学院 1949年 阿列克谢从航空学院毕业 进入父亲领导的图波列夫设计局 开始了其航空设计师的生涯 1957年 阿列克谢任图波列夫航空设计局 超音速飞机研究室主任 开始独立承担设计任务 先后研发出图104 图114 图124 和图134等民用科技 20世纪60年代末 阿列克谢主持设计了 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客机 图144 这架北约代号为战马的超音速客机 于1968年12月31日试飞成功 这笔英法联合研制的 协和超音速客机的首飞时间 还要扫三个月 后来 阿列克谢又带领他的团队 研制出了多种型号的 图式军用民用飞机 及无人飞行器 其中包括 使用低温燃料的图154 北约代号为大E 和图22M 被约代号为逆火的战略轰炸机 20世纪70年代 阿列克谢的主要工作 是改善苏联海军使用的图22M 轰炸机的性能 并将图154升级为 性能更好的图154M 1972年 阿列克谢的父亲 安德烈去世后 他正式出任 图伯列夫设计局的 总设计师 1976年 新型战略轰炸机的 设计工作正式开始 图伯列夫设计局 混合了其他飞机 家常主义的设计 与图144的机身设计 然后再与米亚西社夫设计局 以及苏霍伊设计局的 T4侦察机进行比对 初步形成了图160的设计方案 图160的可变后略役 来自米亚西社夫设计局提出的 M18设计方案 因为图伯列夫设计局认为 可变后略役的设计 能够兼顾飞机的速度与机动性 1981年12月19日 图160原型机首飞成功 但一直到1984年 才被批准正式生产 当初计划的生产量 为100架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连同三架原型机在内 生产总数最终只有35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 英国的三V轰炸机陆续退役 之后英国没有再研发 更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1987年5月 图160开始装备苏军部队 图160战略轰炸机 机长54.1米 驿站55.7米 机高13.1米 空重118吨 最大起飞重量275吨 最大着陆重量 同时 年轻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台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 十字形尾翼 武器舱位于机身中部 它的总体气动布局 与B1B轰炸机极为相似 图160与B1B这样的设计理念 就是利用可变后掠翼来实现 超音速飞行 凭借速度的优势 突破对手的拦截系统 自从航空器的发展 跨入音速时代后 如何兼顾速度与机动性 这一对矛盾体 变成了各国航空科研人员 亟待解决的难题 从FB111 图22M轰炸机 到B1B和图160轰炸机 可变后掠翼技术 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 那么 图160与同时期的B1B相比 哪款机型更胜一筹 在体型大小方面 图160大约比B1B大20% 图160的机翼平面形状 后跃脚 展显比 输轴点间距 与翼展的关系 与B1B都差别较大 而类似图22M逆火轰炸机 图160发动机的推力 大大超过B1B 四台NK32型涡轮风扇发动机 并列安装在靠近机身的两翼下 B1B装备的是通用电器公司生产的 F101GE-102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 单台最大推力8000千克力 加力推力13608千克力 图160的四台发动机 所产生的最大推力 相当于B1B开加力时的推力 图160开加力时的推力 比B1B大65% 图160的飞机推重比为0.32 而B1B的则为0.3 图160的正常起飞重量为267.6吨 这大大超过B1B最大起飞重量 216.4吨 图160的翼赛赫为每平方米 1185千克 B1B为每平方米816千克 图160通过控制中央驾驶杆 来实现飞行操纵 驾驶舱内的仪表设备 有采用传统设计的 也有机械电子式的 驾驶舱内还有休息室 厕所和食品加热柜等 图160中央一盒前面 是一个长度超过11米的武器舱 而B1B的武器舱长度 减为9米左右 图160可内挂多枚AS-15巡航导弹 还可以携带核弹 常规炸弹和鱼雷等多种武器 AS-15巡航导弹的射程 约为3000千米 还于1984年开始装备苏联部队 这种导弹的设计 与战斧巡航导弹很类似 它既能装核弹头 攻击战略目标 又可装常规弹头 攻击战术目标 AS-15巡航导弹 使图160能够在防空火力圈外 安全地发射 图160还装有攻击和防御用的 电子设备 其体积和重量超过B1B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还在生产新的图160轰炸机 虽然图160的架数并不多 但是它航程远 载弹量大 可以携带12到24枚远程巡航导弹 而且能携带核弹头 它还可以跨洲飞行 执行核打击任务 因此图160可以说是一款 既能给予对手战略威慑 又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器 时至今日 图160战略轰炸机 这只白天鹅仍翱翔于蓝天